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和你 而是我和外卖小哥的三公里 但如果有一款诡异的软件 下班两秒即可送达 你会使用吗 今天就给大家说说这部 世界奇妙物语2022年最新篇章 送货上门 作为一名网页设计师 小绿的主要工作 就是深更半夜对着电脑 这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情 没错 他媳妇肚子饿了 每时喝他今晚只能活一个 小绿打开外卖软件 但目前点餐人数过多 估计餐到了 人就没了 这时候一个崭新的软件 映入他的眼帘 两秒送达 配送费800 哎 我竟然看得懂日语 可能是这件日本电影 看的有点多呀 小绿点了一份汉堡套餐 连带配送费一共是2200 刚提交订单 门链就响了 还真是两秒送达 而且送餐的 还是个可爱的妹的 这要是放到别的电影里 剧情了不得呀 但是 如此诡异的外卖能吃吗 果然妻子一口咬下去 哎嘛 真香 不过两秒送达 怎么都觉得有点玄幻 正巧妻子的面霜用光了 两口都又试着下单了一瓶面霜 还是和刚才一样 这边刚刚提交 门链就响了 之后两个人又试了很多次 发现不管是什么东西 妹子都能在两秒钟送达 但是很快 小绿发现的不对 走廊的灯 晚上是开着的 但是妹子送货的时候 外边却是黑着的 难道和小说的一样 这个快递公司 是连接到一空间呢 越说越好奇 两口的决定试一下 妻子输入了一年前丢失的结婚戒指 果然能送 而且只收取八百块的配送费 因为戒指本来就是他们的所有物 所以不需要花钱购买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 既然这样 妻子又想起了十多年前养的小狗 但是这一次 送来的却是她的骨骨一 于是妻子又输入 要十多年前活着的那只 没想到还真送来了 这让妻子想起了 一命趋势的母亲 她想要五年前健康的母亲 但这一次竟然需要支付一億六千万 软件评估一个人的价值 或许就是她一生的收入吧 他们并没有那么多钱支付 希望瞬间破灭 经过了这一次伤心 两个人决定不再使用配送功能 小绿之前约了妻子看电影 但妻子因为加班迟到了 鬼子神采 她打开了那颗诡异的配送软件 输入妻子的名字 只需要八百的配送费 下单 接着身后的门打开了 妻子真的被送了过来 或许和自己丢失的戒指一样 夫妻双方也算是彼此的所有物 所以不需要额外花钱购买 只需要支付八百的配送费就可以 发现了这个用法后 妻子下边再也不用挤地铁了 俩人的约会从来不迟到了 出去旅游 也只需要花一个人的旅费就可以了 结婚纪念日这天 小绿精心准备了一大桌美食 但妻子却说要吃法国大餐 两个人闹了别扭 都想用配送功能 强制把对方传送过来 他们同时下单 一瞬间 两个人同时消失 小绿一脸懵逼 出现在一个黑暗的空间 接着自己的妻子被送了过来 然后自己又被抓走 通过另一扇门 又送到了妻子面前 两个人的订单完成了 却被困在了这个充满门的空间 不过好在 手机的信号还在 小绿给朋友打电话 让他把自己配送出去 结果朋友说 你压倒是缅甸打来的电话网 配送费要两个多亿 不过好在 小绿是个网页设计师 只要配送过来一台电脑 他就可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 任何需要的东西 只需要在手机上下单 妹子就会在两秒钟送到 就这样过了一年 小绿终于想出了一个 能在这里逃出去的办法 既然夫妻之间都免费传送 那么他们假离婚 小绿再和别的女人结婚 让他把自己传送出去 然后自己再和妻子复婚 这样他们就能离开 这个诡异的空间了 妻子露出了不信任的表情 而小绿开始了网上征婚 但这根本不可能实现 谁会和一个没见过面的人结婚呢 小绿越来越反召 回头一看 妻子还不见了 哪里都找不到人 打通妻子的电话 原来他早已经出去了 妻子在医院工作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富豪 富豪花了两个亿 给他买了出去 而妻子不想再和小绿过贫穷的生活 他决定和富豪结婚 为了防止小绿出来捣乱 他现在就要去递交离婚申请 小绿想把他再传送回来 但是他犹豫了一下 金额就说八百 变成了两亿 妻子已经和他离婚了 又过了一年 小绿还是没有征婚成功 精神已经濒临崩溃 他祈求配送员妹子带他出去 不论让他做什么他都愿意 妹子破天荒的 和他说了工作以外的第一句话 只有成为配送员 才能打开这里的门 就这样 小绿穿上了工作服 加入了配送员大军 而另一边 成为了富太太的前妻 下单了一副价值一亿的油画 而负责配送的正式小绿 世界奇妙物语这个系列 能连续火30多年 不光是因为各种奇幻的故事 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抛弃 和让人有很多猜想的结局 喜欢这类题材的 一定不要错过世奇系列 那么这期就要这了 咱们下期见 好